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完刚刚的对话 我们来看IF条件句的使用时机 请观察以下句子 If you don't go to bed early, you won't have enough sleep If you don't have enough sleep, you will feel sleepy in class If you feel sleepy in class, you won't learn well 第一个例子是说 假若没有早一点去睡觉,就有可能睡眠不足 假若睡眠不足的话,你有可能会在上课中想睡觉 假若你上课中想睡觉,有可能会学不好哦 If所引导的是一种 如果假设万一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 A就会有可能会产生一种随之而来的结果 这我们说明了,这个条件一旦成立 有可能可以推论出一种随之而来的结果 绿色的部分,我们称它叫IF条件句或IF条件子句 红色的部分,我们称它叫结果句或主要子句 要怎么形成此句呢? 请观察以下三个例子 If you take our advice, you can work out this problem If you work out this problem, you will have a second chance If you have a second chance, you may make your dream come true 这是说明了,假若你提 接受了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建议 你就有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假若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就有可能有第二次的机会 假若你有第二次的机会 你又有可能让你的梦想成真 这三个例子当中,各位同学发现了吗? 不管是条件子句或是结果子句 都有主词加动词,主词加动词 也就是子句一定要有主词加动词 第三个重点,我们来看 要如何形成if条件句呢? 在刚刚的例子当中,各位同学看到了 不管是条件句或主要子句 都只有一个连接词if 这个if所引导的之后的这个子句 就叫做条件子句 条件子句是副词子句 结果句是主要子句 副词子句的位置可以改变 我们来看if条件句的位置 首先,我们把条件句放在句首 诶,它跟结果句中间 各位同学,请仔细看一看 我们要加上斗点 以区隔,副词子句跟主要子句哦 接下来,if条件句我们也可以摆在句尾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用斗点隔开 两句中间用if连接 而if所连接的这个子句 才是条件句,才是条件子句 smile at you if you smile at them 各位同学,请仔细看 if所引导的条件子句 它是用现在式 这是指,我们用现在式 来表达有一种可能会产生的情况 即使句中有未来的时间 也要用现在简单式哦 请看第一个例子 明天下雨的话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第二个例子 假如下个礼拜 妈妈还没有办法回来 或不回来的话 这个状况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最后一个例子是 假如你对着人们微笑 这样的情况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哦 接下来我们要看讨最后一个重点是 结果句也就是主要子句的时态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刚刚例子的说明 来看一下第一个 主要子句 说明的是 比赛会延期哦 比赛怎么延期呢 假如明天下雨 比赛就有可能会延期 第二个例子是说 我们会好想妈咪 什么时候会好想妈咪呢 假如妈妈下个礼拜 还不回来的话 最后一个例子 people are going to smile so are going to smile 也是未来是未来是 意思是指你若对着他们微笑 他们也有可能对你回报 所以我们的结果句要使用未来是 用未来是是表达一种即将可能会发生的结果 我们用be going to 加原行动词 或是will can may 这些主动词 加原行动词 来形成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结果 看完这些重点 我们来多做一点练习吧 how may you help hi students welcome to make a better world let's try some of the following acts of kindness here is an example what will you do if you bake cookies i will give some to my classmates if i bake cookies now it's your turn if your classmate forgets a pencil what will you do if my classmate forgets a pencil i will lamping one what will you do if your friend feels sad i will cheer my friend up if my friend feels sad if your sister doesn't understand something what will you do if she doesn't understand something i will help her study what will you do if someone leaves his wallet if someone leaves his wallet i will take it to the police a better world if we help up each other we will have a better world 在今天课程结束之前 再次提醒同学注意 if条件句的几个重点 首先看到的是 if条件句的使用时机 if条件句是指一种 如果假设万一这个状况成立的话 就会产生一种可能性的结果 请看以下三个例子 if you don't go to bed early you won't have enough sleep if you don't have enough sleep you will feel sleeping in class if you feel sleeping in class you won't learn well 绿色的部分是if条件句 表示说话者提出一种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这种条件之下 推测出另外一个可能会发生的结果 也就是我们的红色字体的部分 我们又称叫结果句或主要子句 第二个要提醒同学注意的是 if条件句的位置 它有两个 第一个可以摆在句首 中间只要打上痘点 就可以跟结果句隔开 第二个可以摆在句尾 中间已经有if连接 就不需要再打上痘点 最后一个要提醒同学注意的是 if条件句跟结果句的时态 请听以下两个例子 we will give Peter a hand if he needs our help the game is going to be put off if it rains tomorrow 各位同学发现了吗? 我们要用现在式来表达可能会成立的条件 即使是句中有未来的时间 我们还是要用现在简单式 而主要子句就是结果句 我们则是用未来式来表达即将发生的结果 也就是结果句用未来式 if条件句用现在式 谢谢观看今天 hope you liked today's lesson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